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3号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不是一个 这次对上周的大盘 还有这个股票走势总结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是一个小贴士 或者说一个小工具 这个工具是我品证自己在做的过程中 进行这个总结进行开发出来一个小工具 是不爽 我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今天呢 废话不多说 我把这个小工具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尤其是想特别喜欢做空的朋友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首先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讲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VX VX就是volatility index 它就是指恐慌指数 我们全身的恐慌指数 也就是波动率指数 那么它是根据复杂的一系列的算法 是说根据一系列的期权 这个的波动率而演算而来 那么尤其是put 所以这个指数越大的话 也意味着就是说市场波动大 一般市场波动大的话 在美股来说市场波动大的话 一般都是这个熊市 或者说是这个下跌趋势过程中 MACD这个你大家很多也已经都非常了解了 那么MACD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数据指标 尤其1226它代表EMA 1210好像还有9 MACD它既代表的趋势 同时要代表的力度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 特别喜欢用MACD来做这个趋势指标 也就是我们如果是多个维度交易的话 这在其他视频讲了很多次了 多个是这个维度交易 MACD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指标 网上有很多很多课 就大家如何运用MACD进行高升率的操盘 这一类我也不用多说了 所以两个简单的概念复习一下 VIX和MACD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通过MACD和BAX这个结合 来判断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风险的趋势 那么一般我们来说 市场每次在经过一个非常大的下跌的时候 它都会出现 VIX会出现一波的暴涨 也就是说机构会疯狂进入买入 PUD来保护自己的仓位 那么因跌的时候反而可能会不是这样 那么是另说 那么在经过暴涨之后 也说物极闭盘在跌的一定及时的情况下 它就会下跌 那么会进行这个 如果从技术指标技术驱动来说 它就是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是 是走落还是走墙 那么一般还说在它线下走 就是一般还说一波下跌之后 会出现快速的一波上涨以后 它会出现一个死差 在高位如果出现死差的话 一般是我们就是下弯和死差分别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买入 分别可以考虑的买入点1和买入点2 那么对应大盘 因为看到下弯的话是这个位置 当天出版本5的 然后死差的话是这个位置 而一般来说死差以后 它都还给你一个低点 大盘都给你低点 所以仅仅从这个小技巧上来说 当然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么这两个可以作为我们交易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 并不是说靠它是判断满一点 因为判断满一点其实很多其他的东西方法 还有包括cpc也都可以用来帮忙 我们主要想看到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卖点 和给我们一些提示风险的地方 VS今天我们说过在26是一个非常重要多空分界 那么现在它乘到13以下 就说明整个这个趋势是很强力的买多 所以就需要知道的话它并不会很快 你不能期待它很快的 涨上之后跨机有多下去 再来15%20下跌 第二点就是说 MAC就是这个VLX在上涨空中 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就是一个盘整 和这个积蓄力量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 所以我们在MACD这个指标在这个过程中才会非常非常好使 我们我今天主要是带大家家家啊 来进行一个复盘 把每次大滴之前 VLXMACD的表现逐渴过一下 然后呢我们找到一些感觉 然后希望这个小工具能成为大家在后面 不管是做空也好 还是逃离风险也好 一个一个指标 好的 那我今天看上次 我们来跟大家 我们上一次下跌的开始点是在哪里呢 是在一个2018年的10月初 2018年10月初是出现了一波很明显的 很巨大的一波显的 它开始点就是这个底部 是2018年初 那我们看2018年10月初 2018年10月初 那么MACD它所在的位置是哪里 大家可以看一眼 是这里 我再画个箭头好了 在接近09的位置上盘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形成了一个什么金差 那么在形成金差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告诉你 这一波趋势结束了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趋势线 那么也就是告诉你这波趋势结束了 大家注意看我画箭头的这个地方 就是8号之前的这个交易 很好我们看 8号之前交易 其实它是在这个 咱们弱化的话 弱化的话 大家一看 告诉你这个地方趋势结束的是这个位置 你看是不是下着上去13日线之后 然后就是这样 他就是就这波下去 但下去之后 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快的发现 它为什么很快 你看比如说我们如果拍的话 什么时候是可能的第一个低点呢 就在这儿 这是可能的第一低点 那它什么时候呢 你往下再看 这个地方的第一个低点 你看果然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反弹 但是这个地方你就需要非常小心 它只是第一点 因为没有死差 之后它又上上一波 那么整个这个大盘又在下下走了一波 然后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记得吗 就死差这个对位上 我们之前是出现了买点 WD的一个突破嘛 然后买点以后 你看它逐步就下去了 下去之后就形成了一什么 多头的一个公式 同时再往下的话 你可以告诉你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背离式的买点了 上面这个msd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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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出现了一个顶背离 然后如果你看大盘的话 咱们再反过来看大盘 这个位置上 MAC是底背离 所以当时看在这个位置上是什么 黄金买点 黄金买点 但是但是呢 是不随人愿 它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什么 又出现了快速的 叫什么就是WD 这点大家看前几天我讲过的视频 这个时候我马上全部跑掉 跑掉了以后 你看它出现了第二波的上涨 然后这次呢 又是你看下弯的话 这在哪点 在这个点 这是下弯的时候 然后下叉的时候 它给你还给你一个新的低点 然后就下上了 好 那么你看这就是我们 如果仅仅用MACD和VX分析的过程中 来判断买卖点的话 其实就是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理智的分析的点 而其实今天要特别注重说的点是在这个块 你看一旦MACD 你看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这大跌之前 它在零轴上进行什么 进行盘整 零轴进行盘整 那好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情况下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其他情况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好 我们仔细看一眼 好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时间 往前推到2017年 之前的一条下跌 那么2017年大家如果有意见的话 2017年是有一波风涨 我们2017年其实是有一波风涨的 那么在风涨之前 它会反应是什么样呢 大家一看啊 这一波风涨 大家注意我之前说过的 就是涨风涨必跌原理之后 这一波风涨的过程中 它歧视点是什么呢 在风涨的过程中也是在2018年12月左右 到2017年12月 11月12月 就11月的时候它盘了个顶 然后从11月底一直 当然说减税的通过 我们一直到2月初 那么这是一波风涨 那么我看看 201811月底的哪 在这个位置上 12月初 如果你紧紧看 你看VIX 看它这个形态 你其实只知道它是在盘底 没有什么 到2月初这个过程涨之前 它这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这里 对吧 就是你其实看不到什么的 看不到什么的对不对 那好 那么如果我们敢用MACD的这个指标来看呢 看看能不能看出有什么新的不同 2017年10月左右到2月2月 对 你看这波上涨之前 这波上涨之前 我想跟大家说 这波上涨之前 我们的MACD指数 在这个之前有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卵 在零周上盘整 它其实在你这波上涨之前 就是说这波上涨之前 这波涨到这个阵子一直涨涨涨涨的时候 但MACD的这个 就是说VIX的强度 是逐渐在零周上行徘徊 其实是个盘整和盘能量的状态 盘整和盘能量的状态 所以告诉你 就是这也符合我们跌活 就是涨 就是风涨必跌回转力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这个位置上 当时我特别早的选择出来观望 然后错过了这一大波 但是我知道朋友圈 有好多朋友晚上也冷嘲作风的 就是你最后还是到我当时跑出来的那个位置 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但你看我当时所选择跑出来那个位置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呢 大概等于在11月和12月初 这波完全没有做 我也是完全不会后悔的 10月12月初 10月12月初 当时大家看到风险呢 你看到这里 从底下向上的一波 MACD下面爬了很大时间 已经在零轴进行什么 进行盘整 零轴进行盘整 但是什么叫风流式呢 就这种 在这个零轴盘整这么长时间之后 它才期限了如此大规模的下跌 但是 这个预警的信号 也就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这个风险很大的 这个信号已经出现了 你无法 看看那个地方会不会 因为我们如果假设把这个地方 咱不看 咱不把它看 好吧 我们不 我们什么都 我们这个不看 我们把它仅仅是看到这里 我们换一下 换个角度来思考 来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 来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把时间轴达的小 那么一点点的话 但你看在上涨之前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 顶背的也有了 下跌也有了 其实我们把它盖住不看 就仅仅从这条线 就是2018年底这条线上 它已经具备了要下向的 下向向下的一个态势 还有之前11月份 也应出现了一个圆顶 所以在这两个过程中 如果你看 这个位置上的盘整 这个地方盘整 它都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态势 而且都出现了什么 都出现了这个背离 还有这个向下的这个趋势的改变 然后但是它又出现了这一波上涨 而是快速的上涨 那么后的下跌也是不意外 不意外 但我们这个系统已经告诉你了 它的第一集就是告诉你风险的信号什么 我们就在之前这里已经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啊 我们看看2017年以前 有那些每次下跌的过程中 都会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注意看 我们再看下一次的 下一次 现在17年的话 这个对我们过了 你看17年之前 长得这么凶的这一年 17年长得如此之好 长得如此之凶 你看看 它之前是在16年的一波下跌以后 16年一波下跌以后 这就是总统大选 因为那11月 一直形成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 所以你看总统大选 那一年是16年的11月 11月之后 下来之后 我们看我们MCD的位置 是沉到了底下 沉到了底下了以后 我们MCD的位置 沉到了底下以后 在零周相当下面的一个过程中 它逐渐的变高 在随着这个主力 也就是在index 在逐渐上涨的过程中 它逐渐的在向上 在电高 电高的过程中 这个地方首先就是一级 就告诉一个小的 你要小心了 这个地方是可能有一些 迈出的压力 然后再配合一些形态 在电高的过程中 在画和圆圈的这个位置上 它的风险就变得比原来要大很多了 那么17年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难做的意外 因为硬位置上 你在这一波冲高是很难抓的 只有很多人散户 他进行一个补追的动作 那我们再看以前的几次 再看我们看以前 17年的9月之前 也是一波下跌 我们看17年9月之前 也是在下跌之前 这就是下跌之前 也是一个盘头 盘头的过程中 你看又是在不停场上 把盘到这里出现什么 风险非常大 风险非常大 再零周一下 再看现在 我们再看16年的3月 当时是一个什么双顶 16年初我们知道 是波非常非常大的下跌 这点如果大家好印象 16年初非常大的下跌 形成岛鱼子穿上来以后 下去了沉下去了 那什么时候 大家看什么时候 才是真正的看空 或者说小心的点呢 看在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也就是2016年 也就是从那一波下跌之后 一直到205月和6月 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让你小心的信号 那么那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吗 就是英国脱欧 5月6月正好英国脱欧 然后7月份就来一波下跌 也就是说 VX做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告诉你现在低风险 买入买入 然后低风险 然后风险逐渐增加 高风险 躲开 再买入 再风险逐渐增加 躲开 再往下 逐渐增加 躲开 这个就是这样来操作的 这样来操作 你说呢精准吗 不是那么精准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波段 奥金操作来说 和我们对大师的分析来说 就是很棒的一个指标了 好 我们再往续续往前看 我给大家看一些特例 V跟DC比较像 就是2014年 2014年的话 它有一波V上去了 大家看2014年的是不是有波V上去了 那么 我们2014年V上去之后 那么它的风险是怎么出现呢 风险是我们是怎么看的 我们来看一看 2014年我们V上去了以后 你看V上去了以后 也是下波下来之后 逐渐的呢 变高 风险大 变高 风险大 我们2014年的8月还是几月 2014现在10月 10月下了以后 你看10月下了以后 这次跟它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就要特别想先 如果是V上去的话 它可能会有下一波的下跌 在底下就触发了 也就是说在0中以下 会触发强烈下跌 确实注意看 就是这样 V上去以后 在0中以下就出现大波的回调 但是你比起上一波的掌势 当然属于一个理性回调的方式 当然还会再下 当然还会 叫做 DVX 会再下去 再给你一个 就是说看空考语期 那这个地方又是什么 就看空去 那么这个又是 踏实实买 然后再次往上走 风险再走 那么12 那么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14年的时候告诉我们 这个波是我风险了 这个波风险很大了呢 这个位置上去告诉你风险在增加 对吧 这个位置上的风险 那分明我们看日子都是什么时候 2014年的8月和2014年的10月 那么2014年10月份 这个位置上爬了头 爬了头 对吧 爬了头 2014年8月这爬了头 那么告诉你这个位置就是什么 风险非常大的位置 这地方非常非常大的位置 但你看这波下跌之后 跟以往一样 这仍然是买多的关系 但是他在底下的时候很快又上来了 说明这个地方跌是没有够的 而且就是这一波大规模的下跌 其实之前都是有很多 包括一个月资金流出 还有一点就是 你看MACD也是 但实际上是这一波是骗牛的 然后再一波它是一个回撤再拉上 回撤再拉上 那么好 你看14年是这个情况 对不对 14年是这个情况 那么再往回看 我们再往回看 再看其他年 像13年这种就更实了 13年这种我们看看 其实这些功课大家要自己来做 自己来做的话 才能更好的有这种感觉 不是每一个 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百分百都可以使的 你可以看每一次像冒之前 都是吗 网上一冲 哎 下来了 又没冲冲下 就说像13年这种大牛式的话 其实也是给你了什么 向上拱了一个一次一次向上拱 给你 就是一次一次向上拱 给你一个出货 和给你这个小心的时间 那么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们整个运用这个方法 是怎么运用的 那么我们对未来我们是如何判断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在任何一个位置 我们怎么来判断 我们这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小心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点的是 就是一旦这个MACD沉下去的时候 说明这是一个偏多 首先你不能选择做空 你说在你不能选择做空的时候 就选择 你如果错过了 也选择就是等待 看些其他的事情 如果你选择在这里做的话 也不要选择做空 就在向下沉的地方 他如果向上逐渐的 像电电电电电电到什么时候呢 电到你MACD的这个黑线 首先接触到了零轴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二级的风险 一级风险是底部的接触 有这小柱子上 已经变成这个 从下面变成了上面 这是一级风险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眼 现在我们数一级风险还是一级风险 之前我们长得很厉害的话 我们在这里的话 其实是什么 触发了一个 其实触发了一级风险的指标 触发了一级风险 说明什么 说明上涨的过程中 已经开始有获利回吐了 但是他这个地方零零轴仍然是非常风险 如果在这里你指望着非常大规模的下跌的话 至少现在来看不现实 但是我必须得说 这是我们在另外视频会说了 说这个地方你就发现有一级的警讯 尤其是跟他非常类似的年限是14年 他会有一波回调 可能回调比较大 但比起上涨这波来说还算少的 所以他会可能形成14年那种 就上去之后再下 再上一波更大的 也有可能像其他一样 他就小微模的回调 慢慢慢慢的把这个VX这两样垫上去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 首先第一是大哥们下沉 在下沉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开空仓 哪怕错过也不要做错 然后第二点呢是这个小柱子在上向上变小了以后呢 是一级警讯告诉我们很多人在profit taking 但还没有到什么连续突破 就是做就是连续走弱的型号 连续出现下跌的过程中 出现几个阴线再涨上去 再一个阴线再涨上去 换了仓换了手啊 盖卖都卖掉了 大户该出货了 往下推的之前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MACD一定会垫在零轴附近 或者在临州附近进行盘整 临州附近盘整非常痛苦 因为告诉你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同时它会不跌下去 就是非常考验交易者的耐心 和你眼睛手快的能力 但如果在这个时候 在临州附近的话 告诉你这高风险区 我们在做多的时候的操作的区间 就会倾向于偏小 比如说日内 比如说短波段 而不会长时间持有样子金 或者大波段的资金 好 那么今天总结完了之后 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是两个概念 第一MACD第二是weeks 第三就是我们如果通过MACD的位置 来增加来判断我们对风险的把控 我希望这个小的工具能帮助到大家 祝大家这个交易愉快 同时我再次强调这个股市是个概率游戏 这个东西如果能帮助你提高的概率 当然非常好 而我们做判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消息 信息不能叫消息 是信息和形态 还有是资金 还有包括大单 这些综合在一起来看的 并不是完全看这一个 但是我会逐步的把一些 就是零零碎碎的小工具联合在一起 最后我们会综合形成一个判断 集合起来 对大家有用的话 希望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你可以重复一下 你可以分享到别人 谢谢